Kiss Papa Ima Kiss Papa Ima 布農族學生用拍手歌 立刻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 各種族群深深吸引學生 大家之前都覺得說 跳舞就隨便亂跳 但是他們有規定的腳步跟手勢 服裝也是都很好看 有些有分那個就是什麼主編 就是比我們不是原住民的 還要感覺他們生活還要豐富 像阿美族他們也會做這種豬肉 學生透過原民文化 學習彼此欣賞與尊重 也參訪校使館了解創校初中和環保理念 到了醫院後才發現護理人員不夠 然後就創了我們這個護專 可以丟了嗎 好 丟 光口說還不夠 師長還帶學生來到環保站體驗分類 塑膠保持平 好 看到了 製造量太多了 每一天都會越來越多 對 所以很恐怖 補回去就是要分類 然後少拿那些資源回收的東西 以前會偷懶 就不會想要去分類之類的 然後來到這邊就會發現 我們自己在家自行分類的話 就可以減弃他們的負擔 學習人民文化 了解創校艱辛 以及身為地球人一份子 如何愛惜資源 是持科大學生進校園學習的 第一門最重要課程 帶新聞林斯文中江波 柳洪志花蓮報導